恐龙是中生代时期主宰地球的巨大爬行动物 属于恐龙总木 它们出现在大约2.3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 并在随后的侏罗纪和白厄纪广泛繁衍 恐龙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当时主要的陆地脊椎动物 统治地球长达1.8亿年 根据化石记录 科学家们将恐龙分为两大类 西屯木和鸟屯木 西屯木包括许多肉食性恐龙 例如著名的霸王龙 以及一些草食性种类 而鸟屯木主要是草食性恐龙 如三角龙等 恐龙的分类不仅揭示了它们的生物学多样性 也为科学家研究其生态和进化提供了基础 恐龙在白厄纪末期 约6600万年前大规模灭绝 最流行的理论认为 这一灭绝事件是由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的 这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 破坏了恐龙的生存环境 然而 这次灭绝并未完全终结恐龙的血脉 科学家们发现 现代鸟类实际上是从小型瘦脚类恐龙进化而来的 成为恐龙的直接后裔 这一发现不仅重新定义了鸟类的起源 也使得恐龙的影响力延续至今 恐龙的化石记录在全球各地都被发现 这位科学家提供了研究恐龙形态 习性和进化的宝贵资料 恐龙的身高和体重差异极大 从仅有几十厘米高 几公斤重的小型恐龙到超过30米高 几十吨重的巨型恐龙 小型恐龙如小盗龙可能只有鸡的大小 而最大的恐龙如阿根廷龙可以重达100吨 身长超过30米 这种巨大的体型差异反映了恐龙 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脚印化石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它们能够揭示恐龙的行走速度 群体行为以及它们生活的环境 通过这些脚印 科学家们能够推测恐龙的行走模式和社会互动 部分恐龙 比如驰龙类 甚至被发现覆盖有羽毛 这些羽毛可能用于保温 伪装或者秋偶展示 与现代鸟类的羽毛功能类似 羽毛恐龙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恐龙生活方式的更多线索 恐龙的饮食习惯也各不相同 从草食性到肉食性 栽到杂食性 各类恐龙在食物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例如 霸王龙这样的律食者主要以其他动物为食 而三角龙这样的草食恐龙则依赖植物生存 这种多样化的食性策略使得恐龙能够在各种环境中找到生存之道 并在生态系统中建立复杂的食物网 恐龙的生命周期与其体型和种类有关 小型恐龙的寿命可能只有几到十几年 而大型恐龙如洗脚类寿命可能超过一百年 恐龙从卵中孵化 经历幼年 青年和成年阶段 随着生长 恐龙的体型和行为会不断变化 以适应不同的生存需求 恐龙的生态适应能力极为突出 它们不仅分布广泛 而且能够适应多种环境条件 从茂密的热带雨林到干旱的沙漠 各类恐龙在不同生态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例如 膝脚类恐龙通过长颈部位达到高处的植被 而瘦脚类恐龙则通过强大的后肢和锋利的爪子进行捕猎 这种生态适应性是恐龙能够统治终生代的关键原因之一 恐龙的社会结构在不同的种类之间可能差异很大 化石证据表明 一些草食性恐龙可能会形成稳定的群体 以共同抵御掠食者的威胁 相较之下 许多大型肉食性恐龙则可能是独居的捕食者 它们通过强大的力量和敏捷的动作来捕获猎物 这种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反映了恐龙在生态系统中的复杂角色和生存策略 古气候的变化对恐龙的生存产生了重要影响 恐龙生活的终生代时期 地球经历了多次气候变化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恐龙的分布和多样性 例如 湿润的气候可能促进了直食性恐龙的繁荣 而干旱的环境则对许多恐龙种类提出了生存挑战 这种气候的波动性也可能为恐龙最终的灭绝埋下了伏笔 关于恐龙的繁殖行为 化石证据显示 许多恐龙可能会驻巢 并照顾孵化中的蛋和幼崽 这样的行为与现代鸟类十分相似 此外 恐龙骨骼中还发现了许多与现代鸟类相似的结构 比如空心骨骼 这进一步证明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支持了鸟类从恐龙进化而来的理论 恐龙蛋的化石不仅展示了它们的繁殖方式 还提供了关于它们成长过程的线索 一些恐龙种类可能会对幼崽进行保护 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存 恐龙的智力水平在不同的种类之间可能有所差异 一些小型肉食性恐龙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 可能与它们的复杂社会结构和捕猎方式有关 这些恐龙可能具备一定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帮助它们在竞争激烈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一些大型的直食性恐龙则可能依赖于群体行为和庞大的体型 来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威胁 恐龙的色彩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 通过对一些保存良好的化石的研究 科学家已经能够推测出部分恐龙的颜色和花纹 这些颜色可能用于伪装交流或吸引配偶 例如羽毛恐龙的羽毛可能不仅仅是为了保暖 也可能有助于在繁殖季节展示吸引异性 色彩的多样性进一步说明了恐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恐龙的心血管系统也受到科学家的关注 由于大型恐龙的巨大体型 科学家推测他们可能拥有复杂的心血管系统 以支持身体各部分的血液循环 特别是对于巨型膝脚类恐龙 强大的心脏和血管系统 可能是维持其生命功能的关键因素 这种适应性使得他们能够维持庞大的体型和长时间的活动 恐龙也会患病 化石记录中显示出一些恐龙曾遭受过骨折 关节炎等疾病 这些病理学发现帮助科学家了解恐龙的生活压力和生存挑战 研究恐龙的疾病和受伤情况 可以揭示他们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和天敌的威胁 从而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线索 与恐龙同时期生存的动物包括翼龙类 这些是飞行爬行动物 它们统治了终生代的天空 鱼龙和蛇颈龙则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型爬行动物 此外 鳄鱼的远古亲戚也在中生代时期繁荣发展 恐龙不仅与这些动物共存 而且与它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生态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在恐龙统治地球的时期 人类尚未出现 恐龙灭绝后约6600万年 人类才在新生代晚期进化而来 当恐龙主宰地球时 地球上主要的哺乳动物是一些小型的 叶型的生物 它们在恐龙灭绝后才逐渐发展成更大的物种 最终进化出人类 在当代 恐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自其化石被发现以来 就激发了人们对远古生命的无限遐想 在科学领域 恐龙代表着地球生命的演化和灭绝过程 在大众文化中 恐龙象征着力量与神秘 出现在电影 文学 游戏等各类作品中 成为人类对史前时代的象征性认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